近日,传出一阳千玺即将一考中戏的消息,一阳千玺一考中戏是真的吗? 作为国民偶像组合的TFBOYS,王俊凯,王源,一阳千玺三人, 粉丝们和网友除了关心三人在唱歌演戏方面的发展之外, 同时,作为粉丝大家最关心的就是TFBOYS三小志的学业成绩了。 TFBOYS的队长王俊凯已经跨过了高考这个坎, 王俊凯也时常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在2017年最大的喜事是通过了高考, 他的大学生活也试过得非常充实。 而TFBOYS的另外两位成员,王源和一阳千玺也即将参加高考, 而一阳千玺则要参加今年6月份的高考, 从去年王俊凯高考结束之后,一阳千玺会选择什么专业, 大家都知道他要报考艺术类的专业, 但却不知道他要报考什么专业, 前几天已经确定了报考的是美术专业和表演专业, 但美术只是一阳千玺的兴趣, 表演才是一阳千玺要确定报考的大学专业。 了解一阳千玺的粉丝肯定都知道, 一阳千玺从初中开始就是班级中的学霸, 即使是在演出的情况下, 现在的成绩依旧是非常棒的, 所以以前的一阳千玺更是在节目中自信表示要考北大。 一阳千玺后来也表示自己对艺术更感兴趣, 不过也对了, 我们小时候的梦想也会随着长大之后的喜好而改变啊。 更何况一阳千玺还是唱跳俱佳, 文化课也在线的全能艺人。 千玺在高三这一年可过得一点而都不轻松, 真的很佩服这些明星能够把工作和学习安排得这么紧密。 拍戏,唱歌,拍综艺,拍杂志, 真的是一样都没落下。 她参加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, 真的很疑惑这小身板怎么能撑得住。 印象很深的是千玺在路放开我北鼻的时候, 晚上大家都要洗洗睡了, 她还要请老师给辅导功课,挑灯阅读。 这可以说是非常辛苦了, 一阳千玺一考中戏成绩是多少分, 一阳千玺将会在2月20号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一考。 以一阳千玺的能力, 她一定会在一考中取得英秀的成绩。 有人说中戏出演员, 本影出明星, 张子怡, 邓超, 孙洪蕾等众多实力演员都是从中央戏剧学院出来的。 而一阳千玺虽然是作为组合出道, 最擅长的是舞蹈, 但是随着饰演的角色越来越多, 一阳千玺在影视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 在组合未出道之前, 一阳千玺就已经在电影、 网剧、 MV中出演过角色, 作为组合出道之后, 一阳千玺从小别离中的宋明哲, 到暑期热播剧众的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中的影科, 一阳千玺的每个角色不能说都特别好, 但一直在进步,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一阳千玺在面对中系的依靠。